推薦的麵 大家好 我是推薦的妮 今天呢 是泡麵的第二集 今天來教大家 如何讓這個辣拌麵 華麗變色 好 我們開始吧 裝飾用的 在這上面 只有加這些 也已經很好吃了 可是我們今天想要來一點 不一樣的 鵝肉的罐頭 高級爐餡的 精品爐餡的拌麵 然後這個麵比較細 它很快就會熟 然後大家煮泡麵的時候啊 要把這樣子的麵 要讓麵接觸空氣 這樣它麵會比較Q 然後呢 我們就給它 過一下冷水 再把它 沖乾淨 才不會有那種生麵的味道 然後一定要冷水 要多洗一下麵才會Q 這是剛才他們的那個 醬料包 醬菜 放一邊 加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加了很多的蔬菜啊 所以它的醬料包可能不太夠用 那現在外面房間都有賣這個 醬料 你可以 放一顆水煮蛋 放一顆水煮蛋 看起來像不像外面菜才賣怎麼樣 這個也是剛才那個冷麵一模一樣 只是我沒有放螺肉 那只放了一點蔬菜 然後醬料包 還有一點麻油 那我這個呢 是要來拌牛肉片吃的 因為我在家裡吃 我都是直接站在瓦斯爐 然後邊烤邊吃 想要更好吃 你可以炸一點 胡椒 鹽巴 其實牛肉這樣子 你也比我什麼麵汁 這樣就已經很好吃了 對 我現在讓你參照奇蹟 來 這樣就像包海苔包飯一樣 各位同學 你要感到無比的榮幸 喔你會一次喔 來 吃看看 太讓我驚豔 太讓我驚豔 我這一次 快一點 快一點 後面有人在排隊 你要一口放嘴巴來 你怎麼嘴巴那麼小 好… 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下一位 哇好香喔 沒吃過這種拌麵齁 好吃… 好吃對不對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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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第一次吃這種奇特的麵 肉包 牛肉包那個… 那個… 冷麵 太棒了 今天我逆教大家拌麵兩吃 一個是加了活肉 一個是烤牛肉片 包肉吃 看…看得出來這是泡麵嗎 看不出來對不對 希望大家也可以吃的玫瑰吃的開心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 按讚 訂閱 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